她是唐高宗和女皇武则天的女儿 极万间宠爱于一身 却差一点远家土拨和亲 她从未离开过皇宫 却又成为出家的武道士 这背后有何隐情 作为大唐的公主 她的婚姻只能成为政治的工具 那么父亲为她安排了一桩 怎样的政治婚姻 这又为她日后的人生悲剧 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一集被父皇安排出婚 她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 也是政治婚姻的棋子 她扶持两个哥哥登上皇位 也饱受了骨肉香残的煎熬 她主导多次政变 最后却输给侄子李隆基 丢了性命 一个公主为何能干预朝政十多年 她卖官敛财 培持自己的势力 大唐制度和律法为何拿她束手不策 太平公主的人生 为大唐及后世的皇权政治 又留下了怎样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 为您讲述 太平公主不太平的一生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在中国古代 公主是对皇帝女儿的称姑 与此相关的是 皇帝的姑母成为大长公主 皇帝的姐妹成为长公主 说到中国古代的公主 恐怕没有哪一位 曾经像她一样 光彩夺目 熠熠生辉 有着异常传奇 却又充满悲剧的命运 她曾经差点称为 吐蕃人的媳妇 又在母亲的安排下 先后两次出嫁 那么她曾经位及人臣 左右朝政约二十年的时间 又最终死在了自己侄子的手上 她是谁呢 我想你一定猜到了 她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女儿 太平公主 在唐初长达半个世纪的刀光剑影中 太平公主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主角 她的一生极富特色 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 可以映照出唐代社会的礼仪 与法 制度 与观念 长期以来 历史小说与文学作品 对于太平公主的解读是数不胜数 当然也有想当然的成分 从今天开始 我将带您一起走进一位真实的太平公主 公元679年 太平公主正是16岁的花季少女 在东东洛阳城里 公主算是最有名气的女孩子了 不仅仅因为她是大唐的公主 据说还是因为公主的美貌 当时整个洛阳城的小伙 都希望能够一睹公主的芳容 希望得到公主的垂青 那么太平公主确实冒昧如花吗 史书的记载相当吝啬 旧堂书仅仅用了六个字来形容 是丰硕 方额 广义 意思是说 太平公主体态丰满 方额头 宽下巴 如果按照现在的审美观 太平公主的长相 那并不算讨好 但唐代是以风雨为美 太平公主的模样 在当时应该算是美艳动人 那么作为高宗和武则天最小的女儿 太平公主可是她们的心头肉 从小就在父母的宠爱之中长大 太平公主的具体出生年月 史书上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可以推算 她最小的哥哥李诞 也就是后来的唐瑞宗 出生于公元的662年 那么太平公主啊 最早应该出生于公元663年 不超过公元665年 高宗和武则天啊 为什么特别宠爱太平公主呢 除了因为她是最小的女儿之外啊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啊 武则天在年轻的时候 还生过一位大女儿 哎 这个女儿呢 早早就夭折了 所以太平公主啊 一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被她和高宗呢 当她宝贝一样呵护起来 不知不觉啊 太平公主到了婚嫁的年龄 那么16岁的少女呢 是青春萌动 她做了一件特别巧妙的事 让父母明白了她的心思 有一次啊 在宴会上 太平公主穿上五官的紫袍 在父母面前跳舞 本来千禧的腰身 再加上宽大的紫袍 腰间呢又数着玉带 那是相当滑稽可笑 高宗皇帝就笑着问她呀 说宝贝 你又做不了五官 为什么要这样呢 她则机智地回答 父皇将他赏赐给我 未来的驸马爷 不可以吗 父母再次被逗得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啊 高宗皇帝却忽然意识到 在自己壁弯里的孩子啊 已经长大 需要考虑婚配之事了 我们从太平公主 自求驸马这件事情啊 可以看出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 表现的青年男女择偶时呢 相对自由 以及对于美满婚姻的大胆追求上 唐律护婚律规定 子女未争得家长同意 已经建立婚姻关系的 法律予以认可 只有当未成年人 不从尊长者才算是唯律 唐代法律有人性化的一面 为青年男女的自由责配 开了绿灯 虽然唐代社会风气开放 青年男女择偶相对自由 但是太平却享受不到这种自由 作为大唐的公主 她的婚姻先天带有政治使命 皇帝把女儿嫁给哪个家族 不仅仅是联姻这么简单 首先是政治的考量 是否有利于皇权的本物 那么唐高宗给自己的女儿 选了怎样一位驸马呢 不久呢 唐高宗便为女儿选好了一位驸马 姓薛 明少 那么这薛少又是何许人呢 他又有何德何能 取得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太平公主呢 薛少 公元663年出生 与太平公主年龄相仿 河东 焚音人 人称蓝田公子 母亲是大名鼎鼎的承阳公主 承阳公主是唐太宗 与长孙皇后的女儿 承阳公主先嫁给了宰相杜如慧之子 杜和 后来呀因为杜和卷入了皇太子李承前 某反一案被处决 承阳公主又改嫁贵族薛冠 生了三个儿子 大儿子呢是薛一 次子呢是薛婿 小儿子就是薛少 这样算来呀 承阳公主既是太平公主的亲姑姑 又将是她的婆婆 薛少的家族出身相当不错 这俩儿结婚的话也算是亲上加亲了 尽管薛少家是显赫 还有皇家血公 但薛家却并不是当时身份最高贵的家族 只有崔 卢 李 郑 王 这五大姓才是当时最有遗忘的世家大子 那么唐高宗为什么没有从这五大姓中选 驸马却最终选定薛少呢 而在与薛家联姻这个问题上 不责天又为什么坚决反对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华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一集被父皇安排出婚 这事还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 那么这五大姓是未尽以来 在小山以东 包括现在的河北 山东 河南 大部分区域所形成的文化士族 他们在婚姻和世幻方面形成势力集团 而且是内部流动的 不跟其他的士族有通婚 那大唐皇帝也在五姓之列 为什么得不到山东士族的认可呢 这是因为并非普天之下的五姓都是尊贵的 只有清禾崔氏 柏陵崔氏 范阳卢氏 赵俊李氏 隆西李氏 行阳正氏 太原王氏 这才是正宗的 大唐皇帝号称是隆西李氏 但是有人认为呢 他们胡话严重 有人就说呀 他们是大家族中的破落户 我们才瞧不上呢 总之呢 山东士族啊 对皇室的血统是抱以迟疑的态度 李世民呢 在郁闷之余啊 昭告天下 说呢 我们理性才是第一大性 这是皇家第一次用诏令的形式 为李氏谋取地位 李唐皇室呢 本身就有北方民族的血统 先祖呢 曾经长期与北方各少数民族混杂 杂居 他们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的传统 胡话程度啊 确实是很深 在唐朝统一之后呢 便将这些传统呢 掺入到了中原的统治当中 所以他们的贞洁观念是十分淡薄的 在唐代啊 离婚比较常见 再嫁呢 也不以为非 社会风气是非常开放的 这些世家大族呢 秉持传统观念 从内心里啊 瞧不上李氏皇族 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下呢 皇族李家啊 除了对这五大性 是又打又拉之外啊 甚至禁止他们内部通婚 皇族呢 也多于当时的明臣或者是关中贵族 代北贵族联姻 而基本上不与山东士族同好 而这一潜在的规则呀 就直接影响了太平公主的婚姻选择 所以啊 薛氏虽然不是士族五大姓 但是呢 却是符合条件的大族 唐高宗选择薛绍作为驸马人选 显然有自己的政治考量 薛绍虽然出身并不是世家大族 但他的母亲是唐太宗 与长孙皇后的女儿 承阳公主 承阳公主是唐高宗的亲妹妹 算起来 薛绍还是唐高宗的亲外甥 亲上加亲 对于李唐王氏的好处 自然不用多说 但就在这门亲事就要定下来的时候 薛遭到了武则天的坚决反对 这又是为什么呢 武则天认为薛绍兄弟的妻子不是贵族 那么薛绍的两位嫂子 一位是萧氏 一位是成氏 武则天认为他们出身不够高贵 想逼迫薛家呢 休妻 可能就有人问了 你管天管地 还管得了我嫂子的出身吗 这是通见记载呢 武则天是牢骚满腹 我女岂可于田舍女为轴礼耶 意思是说呀 我的女儿怎么能够跟农家女做轴礼呢 武则天不太满意呀 太平这桩亲事估计就悬了 那么为什么武则天会对门帝这件事这么敏感呢 通常啊 一个人特别在意一件事的话 肯定是在这件事情上有所心虚 武士家族啊 那可是一个地道的小族 武则天的父亲呢 武士约是一位木材商人 早年呢 拥戴李渊起兵 他的母亲呢 杨氏啊 则是来历不明的 武则天的当上皇后啊 曾经编造他母亲是隋宗氏 隋宁郡公 杨达的女儿 因此啊 当时人呢 也瞧不起他的家族 他呢 还会十分生气 不过呢 当时人也清楚这一点 一直就拿武士呢 当做小族来看待 这个小小的武士家族啊 与山东士族相比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那就是不守礼法 不具备高门大族所冲上的礼法与门风 也确实 武则天一直深陷家族丑闻 史料记载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和外孙子贺兰敏之四童 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 她丈夫死后呢 与谈高宗有染 并且把她的女儿也送进宫 师封舅舅 也就是谈高宗 这些事听起来啊 确实是匪夷所思的 但是确实呢 有相关的记载 所以啊 在女儿这个婚事上 对于驸马家世的格外在意 武则天的心态应该是复杂的 武则天对薛绍嫂子的家世啊 如此在意 那么太平的亲事到底怎么办呢 当时有一位建官提出建议 说呀 薛绍的嫂子之一 萧氏呢 是出身于兰陵萧氏 那么并非韩门 也确实 萧氏呢 是东汉至西晋时期的顶级豪族 在南朝时期啊 萧氏一门曾经出过三十多位宰相 古往今来还没有这么强盛的家族 所以呢 这才使得武则天呢 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太平公主本人的态度如何呢 我想啊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来说 应该是乐观其成 根本没有恋爱经历的她呢 陷入了对于爱情的美好畅想中 尽管武则天呢 对薛绍不太满意 最终却同意了这门婚事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当时啊 给太平找个驸马嫁出去 那是迫在眉睫 如果再找不到驸马 太平就要远嫁吐蕃 做吐蕃人的媳妇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处于西南边陲的吐蕃政权 势力非常强大 在唐波几次战争中啊 唐军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到调路元年 也就是公元的六七九年 吐蕃前来要求和亲 点名要迎娶太平公主 吐蕃赞谱啊 放出话来 想让俺吐蕃人安分守己 就把你女儿太平公主送过来和亲吧 高宗皇帝和武则天是十分犯难呢 答应吧 女儿遭罪不说 恐怕一辈子呢 都难以再见面 明着拒绝吧 又肯定影响双方的关系 怎么办呢 危难之际 情急之下 武则天那是既已从心来 公主啊 已经出家了 不能够再嫁人了 她的原话是这样的 道教始祖为老子李尔 先王竭力提倡道教 天下共知 而太平公主已经捐身为道家 不言婚配之事 她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 也是正直婚姻的棋子 她扶持两个哥哥登上皇位 也饱受了骨肉香残的煎熬 她主导多次政变 最后却输给侄子李龙基丢了性命 一个公主为何能干预朝政十多年 她卖官敛财 培植自己的势力 大唐制度和律法 为何拿她束手不策 太平公主的人生 为大唐及后世的皇权政治 又留下了怎样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 为您讲述 太平公主 不太平的一生 敬请关注 武则天不愿意让女儿太平公主远嫁吐蕃 以太平已经出家拒绝了何亲 可太平公主当时还是一个16岁的少女 从未离开皇宫的她 何时出家成了一个女 道士 如果太平公主真的已经出家 她又如何嫁入学家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一集 为父皇安排出婚 原来在咸亨元年 也就是公元670年 太平公主大约6-7岁的时候 外祖母武则天的母亲 荣国夫人杨氏去世 按照唐代的礼俗 家中有人为死去的亲人入贯祈福 那么死者在地下会过得更好一些 当时高宗皇帝患有风疾 身体不好 而朝政就落在了武则天身上 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道贯中修行 为母亲祈福 这时武则天想到了自己的小女儿 于是太平公主就正式出家 做了女道士 说来公主的封号还跟这件事情有关 传说太平公主刚出生时 京城那是多年大汗 而这个小丫头一出生 那是立刻天降甘霖 举国欢庆 因此高宗夫妇 把她看成是福星 封号为太平 但事实的真相却是 太平是公主的道号 不过呀太平女道士就从来没有离开皇宫 继续过自己的快乐生活 在唐代呀 妇女入道是一种时尚 新唐书记载 在唐代天下贯1687 道士776 女贯988 在唐代200余女公主中 大约有20余女公主曾经入道 或者是终身入道 这应该算是一道奇特的风景 那么公主入道之后 是不是就不言婚嫁了呢 当然不是 这些尊贵美貌 不甘寂寞的皇家女道士 其实可以随时还俗 假如她们无心伟人妻的话 还可以继续享受女道士的逍遥生活 公主尚且入道 上行而下校 那么入道啊 几乎是唐代的一种社会风尚 不管怎么说啊 太平出家这件事 还真是巧妙的化解了 吐蕃求亲的燃眉之锦 那么呀 还是要给公主名正元顺的找一位驸马 这才是正事 按照唐代当时的规定 太平公主已经到了法定的婚龄 应该出嫁了 唐代的婚姻年龄 有过两次官方规定 唐太宗时期呢 是男20 女15 唐玄宗时期呢 是男15 女13 可见呢 太平公主作为当今圣上的女儿 到了法定的婚姻年龄 理应做出表率 在吐蕃要求和亲这个问题上 太平应该还是很幸运的 他之所以没有离开长安 离开父母的身边远嫁吐蕃 除了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宠爱 当时的形势可能也没有紧迫到 一定要他和亲的地步 否则再有父母的疼爱 太平也是要被牺牲掉的 这是他作为大唐公主的政治使命 公主的婚姻注定是属于政治 不是属于他自己 那么在父亲为他安排的这桩 政治婚姻里 太平会有怎样的寄规 对于这桩看上去门当户对的亲事 薛家又是什么态度呢 侧府原规中记载了户部郎中薛克购的评论 薛克购是薛少的族书 在薛少将要大婚之前 薛少的哥哥薛一就担心太平公主是不是宠坏了 来咨询薛克购 薛克购就宽吻他说 艳语说得好 娶妇得公主 平地买官府 古往今来 地生上主 这是惯例 若以公慎行之 义何俱也 远都不说 薛氏家族本来就与皇氏家族联姻 您的母亲不也过得幸福日子吗 但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是 事有傲富 善事所恶 如果家里有一个被惯坏的 骄傲的媳妇的话 那么一般人也受不了 听到这里 薛依心中 依然是忐忑不安 不敢多言 薛依对于弟弟这门亲事的不安和担忧 在若干年后 以另外一种方式应验 一场忽然降临的政治风暴 不仅席卷了薛家 也彻底改变了薛少和太平公主的命运走向 而此时谁也不会料到 以后发生的各种变故 怀着对于美好婚姻的憧憬 待嫁的少女太平沉浸在即将打婚的喜悦中 在永隆二年 公元681年 太平公主与薛少喜结怜悯 太平公主的婚礼啊 那当然是非常隆重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是太平公主与哥哥李显是在同一天举行婚礼 而这位嫂子是谁呢 就是后来啊 大名鼎鼎的中宗妻子 伟皇后 儿女同时结婚 皇室家族啊 那是好一阵忙活 昭告天下 知会四夷 大肆铺张 构进天下的零罗锦段 太平公主的婚礼地点选在哪呢 选在了长安附近的万年县馆 场面呢 是非常的豪华 当时啊 需要火把照明 那么火把呀 甚至烧焦了沿途的树木 为了让宽大的婚车通过 还不得不拆除了县里的围墙 据说 在婚礼当天呢 沿途还撒下了漫天洗钱 甚至过了多日之后啊 人们仍然可以从马路边 找到这种洗钱 两对新婚夫妇啊 各自享受着属于婚后的喜悦 谁也没有想到 多年之后 这对姑嫂会为了权利 而争得你死我活 婚后的太平公主 应该过得比较幸福 虽然说这枚婚事啊 是父母做主 但据说 风度翩翩的薛少 满足了一个女孩子 对于爱情的所有幻想 她跟薛少呢 是育有两男两女 在第一次婚姻期间啊 太平公主是安分守己 这七年应该是夫妻同心 秦色相合的七年 也是太平公主最单纯 最平静的美好时光 到此时 太平仍然是幸运的 在父亲安排的这桩政治婚姻里 她却遇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 薛少 太平和薛少看上去秦色和鸣 但一场巨大的危机 却在不远的前方等着他们 而这场危机 很可能就是太平的人生 开始蜕变 她从幕后走上政治前台的 直接诱因 接下来 大唐第一公主太平的身上 又上演了那些 跌宕起伏的故事了 太平公主开始了 她的幸福生活 但其实啊 作为大唐公主 所要经历的坎坷和传奇的人生 才刚刚起目 接下来 政治风云的变幻无常 将在太平和薛少的生活中 掀起省面的波澜呢 个人的命运 能够拨开历史的巨浪吗 我们明天接着讲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会 太平公主嫁给薛少没多久 薛少竟然被自己的岳母武则天 以谋反罪次死 那么薛少真的参与谋反了吗 武则天这么做 到底有什么正义目的 明天的节目里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华 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二集 被女后安排在